疫情趋缓振兴五倍券 10月8号就可以开始消费了 为了振兴观光 花蕾10月份推出了 太平洋温泉季的活动 邀请民众秋冬来花莲的瑞穗 还有安通温泉区 享受两种全职的好汤 还可以参加好礼抽奖 让游客吃喝玩乐一次满足 疫情趋缓振兴五倍券 10月8号起即可消费 为了振兴观光 花蕾10月推广太平洋温泉季的活动 邀请民众秋冬来花莲瑞穗 以及安通温泉区 享受两种全职的好汤 还可以参加好礼抽奖 让游客吃喝玩乐一次满足 疫情刚解封 所以大家有出来玩的意愿 所以连续假期几乎 现在以订房数来算 现在已经超过八成 接近九成的订房 我相信当那个假期 真正在近一点的时候 应该都是会客满的 花莲周周精彩月月好玩 在去年疫情期间创下 有史以来最多观光游客的人次 将近1460万名游客来到花莲 不仅如此 新住民新移民也都已居花莲 继金珍花海之后 10月份到12月份 是花莲的观光大季 也欢迎大家来花莲 留得久走得慢玩得深 认识花莲体验花莲 记者高双双日记正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